240 工商時報 新聞分析電信頻譜大戰惠那莊 2015年7月27日財經要問 A.3林熟惠惠了6.2MHz 的頻譜資源 遠傳一撞高上法院即將掀起的國內最大一波頻譜大戰 究竟,遠傳這次為何而戰? 首先,頻寬決定上網速度 上網速度則影響用戶新章意願 也是各電信公司爭取行動電話用戶數的重要籌碼 第一波4G決標時 中華電信拿下最多頻譜資源35MHz 台灣大 遠傳國用30MHz 縱包之間 但台灣大與鴻海簽戰略合作協議後 又將國5MHz 頻寬賣給台灣大 台灣大的4G 頻寬增加到35MHz 立即與中華電信平起平座 此外,遠傳提前繳回C 一憑抱讓台灣大試用後 台灣大4G 理想上網速度可高達200Mbps 高居電信三紅之冠 遠傳則因台灣大詞未繳回C 4G 的6.2MHz 只能使用到23.8MHz 頻寬 4G 上網理想值150Mbps 中華電信4G 上網速度理想值可以到達180Mbps 台灣大的4G 上網速度立即約居4G 電信業之冠 4G 用戶市佔排名,中華電超過280萬 遠傳第二,已在6月底超越200萬 領先台灣大,這對遠傳來說 是十分振奮人心的事 但是,4G 用戶成長速度驚人 全台已經超過700萬 年底馬上跨過千萬用戶門檻 用戶愈多,需要的頻寬就越來越大 否則,就容易出現凶失去 延遲及上網不信等問題 雖然2600MHz 排定11月中巡經標 但標下頻譜後,電信公司環繞採購基地台 向NCC 送件申請系統建設 基地台建設審驗等層層程序及流程 2600MHz 真正開始提供網路服務 恐怕環繞半年以上時間 2600MHz 頻譜來不來得及應急 舒緩目前4G 業者頻寬不足問題 或是個未知數 遠傳此時不適花上10億元的擔保金 也要爭取台灣大提前返還2G 頻譜 其實,是不甘心台灣大拿了遠傳繳回去的 C 1 頻譜增加頻寬及競爭力 而遠傳至今 卻虎等不到台灣大繳回 C 4 頻譜 為了頻譜資源告上法院 成為台灣電信社上第一租 遠傳此時不適花巨額擔保金 其實爭的是競爭籌碼及公平競爭